烤爐冒著白煙 主廚熟練的火烤翻面 香酥軟嫩的樂眼牛排 香氣四溢 制烤章魚也是A-CUT牛排館招牌菜 歷經2018、2019年米其林餐盤推薦 终于在今年夺下米其林一心殊荣 获奖隔天来庆祝情人节的情侣 也笑说相当幸运 我们第一次一起庆祝情人节 刚好抢头像了嘛 获得一心然后隔天就来吃 对啊 其实蛮特别的 被誉为13年磨一键的A-CUT牛排館 招牌菜色除了牛排之外 每季也会更换前菜甜点 自从获奖后 韬客的定位信件超过400封 还得家派专人回信 人生成就解锁 其实我们没有做太大的一个多的一个改变 其实可能在食材挑选方面 我们在调味这一方面做的越来越纯粹 同样夺得米其林一心的 还有台北木设酒店的沃达尼斯魔方 这间西班牙餐厅唯一海外店就在台湾 今年开幕41天后就接获米其林通知入围 其实沃达尼斯魔方西班牙本店已经连续11年获得米其林一心 2019年后更是连续两年摘下二星光环 定位是真的增加蛮多的 木设酒店获奖后定位电话也是接到手软 已经排到10月中旬 2020年米其林餐厅公布 也同步更新陶客们的口袋名单 记得杨销鸿回山台北双方报道